你覺得要不要買要不要買要不要買 這怎麼樣這怎麼樣 吃了再看好不好吃 當然在我們自己選品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試試的那個心態跟想法 就像我們想要選給我們自己家人的產品一樣 我們今天選擇跟廠商配偶 我相信他們是跟我們相同的理念 所以他一定可以替我們把關這個產品 同樣的一個品質給我們 我們是希望提供好的品質給客人 所以很多時候可能看我們網站上 其實我們的售價都不會比不一定 因為現在一般的網站上 就是網路通路這一塊來講的話 大家都在小假競爭 我很感謝他們一開始都先想到我 問我願不願意回來 然後一起共同主持這個網路部門 可是我心裡很猶豫也很掙扎的是 因為我不太去做網路購物的人 我選擇回來公司服務是因為 我想說這也是一個對我來講 是一個心理的挑戰 這個豬肉是我們是選擇的 是溫體的豬肉 當然它是有經過我們的那個屠宅 有證明的 如果說你在一般市面上來講的話 其實那些醃肉它可能不會醃得那麼入味 甚至它可能會用比較重的香料 去蓋住一些原本肉食材的味道 我朋友他們那家一袋麵真的很好吃 覺得說我們網站一定要買 因為這一定要推廣 讓更多的消費者讓更多的人知道說 這個東西真的是 你不用上餐廳就能夠吃到一個好的品質 鮭魚加工廠就是捨棄著濃厚煙燻的一個重口味的部分 然後用低煙燻的方式 然後去替那個國人的一個健康座位考量 所以很符合我們想要提供給消費者的 就是很像就是給家人自己吃的感覺感受 可以的 可以的 醉一把 平常都是它在煮的嗎 沒有啊 我們今天在猜拳 我是好在吃的 推薦這個產品給客人 他願意接受他也喜歡 或許或是我們現在最大的一個成就感 消費者他要吃到之後才能夠感受到這樣的一個用心